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手机之家 随着骁龙888处理器的手机逐渐上市 游戏玩家们自然就非常期待着 新一代游戏手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这不 红魔就率先带着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 Pro来了 我手上拿着的这一款就是红魔游戏手机6 Pro了 可能很多朋友一直是有疑问的 我们的手机配置都非常高 为什么我要专门去买一个游戏手机呢 相信你看完了红魔游戏手机6 Pro之后 体验到丰富的次时代游戏体验 那么你就会知道答案了 像游戏 电竞 这些天生就与炫酷的外观 炫丽的灯光分不开 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 Pro依旧延续了红魔一贯的科技感设计 整体的风格非常的硬朗 背面采用了金属与玻璃拼接的这样的设计 玻璃部分采用了机甲元素的纹理 十分具有动感 玻璃材质摸起来也更加圆润 手感非常不错 并且在多重工艺的打磨之下 极具观赏性和实用性 在背板的中间位置有一整块的航空铝合金装饰件 它带来的是一种金属与玻璃碰撞的质感 不仅提升了手机的颜值 而且这块铝合金的材料也能够让手机更好的散热 提升游戏时的使用体验 与此同时 炫酷的灯光自然也是不能少的 在金属装饰板的两侧 红魔带来了两个炫彩的灯带 与摄像头对称的位置 也加入了一个红魔的logo灯 这三处的炫彩灯光没有过分的炸眼 在低道中渲染出了这种科技感和电竞风 手机屏幕向着高刷新率的发展 已经是整个行业的共识了 不过目前主流手机刷新率依旧是90Hz 即使是旗舰手机 也通常最高就是120Hz的刷新率 那么在游戏玩家的眼中 可能觉得还差那么点意思 红魔游戏手机6 Pro 就为游戏玩家带来了 非常恐怖的165Hz的刷新率屏幕 这块6.8英寸的Molite的超镜屏 是目前唯一款支持165Hz的手机屏幕 每帧的运算时间仅有6.06毫秒 带来的就是极其流畅的画面 以及更少的脱影表现 同时红魔游戏手机6 Pro 也是支持了6档的刷新率调节 最低是30Hz 最高是165Hz 在阅读文字 看视频以及玩游戏的时候 可以智能的切换合适的刷新率 当然了 我们也可以手动的锁定屏幕的刷新率了 红魔游戏手机6 Pro 还首次调用了CPHYDSI接口 基于骁龙888处理器 深度定制了电竞高刷新率的引擎 保证游戏在高震率模式下 能够稳定流畅的运行 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了 单指500Hz 多指360Hz的触控采样率 这也是目前最顶级的表现了 配合上高刷新率的屏幕 带来的就更短的响应时间 红魔带来的算法优化 可以让你从眼到手 实现更快的响应时间 既然是一款专注游戏的手机 那么性能绝对是不能落后的 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 Pro 搭载的是目前最顶级的 骁龙888处理器 这也是采用了最先进的 5nm支撑工艺打造的移动平台 同时还有LPDDR5的内存 以及UFS 3.1的闪存 基于高通第三代的E-Lite Gaming系统 针对游戏场景进行了优化 带来更好的游戏体验 那么在跑分测试中 红魔游戏手机6 Pro 安兔兔的跑分成绩超过了75万分 Geekbench 5.1的跑分也达到了单核1086分 多核3221分的成绩 这绝对是目前最顶级的性能释放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 Pro 实际的游戏表现 目前的网络荣耀已经开放了 60帧的高帧率模式 在游戏中几乎全程稳定在最高帧率 没有明显的帧率波动 游戏过程中也能够感受到 最极致的游戏体验 而在另一款和平晶的游戏中 无论你是开启了超光晶画质在40帧的模式 还是说开启了HDR高清的画质60帧的模式 都能非常稳定的运行 与这块165Hz的屏幕最搭配的 自然是支持超高帧率的游戏了 目前的网牌战士已经适配了165Hz的高刷新率 作为一款设计类的游戏 对于刷新率还是要求非常高的 165Hz的屏幕配上165帧的游戏 表现相当完美 不过依旧还是老毛病 网牌战士本身对于帧率的优化策略 是在死亡回放的时候会降低帧率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在帧率图中 有一个短暂的帧率变化 这就是在死亡回放的过程中出现的 可以看到在我们经常玩的游戏中 红魔游戏手机6 Pro都有着非常不错的表现 游戏过程中没有遇到明显的卡顿情况 尤其是165Hz的屏幕带来的 真的是丝般顺滑的游戏体验 这里就不得不提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 Pro 专门针对游戏经常优化了 这也是游戏手机区别于 普通手机产品的最大优势 红魔和腾讯进行了深度的合作 共同针对游戏体验进行了调教 红魔的游戏引擎通过学习用户的习惯 可以针对CPU GPU以及内存进行智能的调度 带来更快的响应速度 红魔TC普真2.0技术 配合智能场景识别 可以针对游戏帧数进行软件的系统优化 保证在165Hz的屏幕下 减少画面撕裂 提升游戏画面的稳定性和流畅性 同时红魔游戏手机6 Pro也支持了WiFi6增强版 并且与通讯手游加速器进行合作 可以极大限度的降低手机的网络延迟 红魔经典的竞技键 依旧在红魔游戏手机6 Pro上有所搭载 一键开启游戏模式 通知屏蔽 全民屏手势的屏蔽等等 带来的就是沉静式的游戏体验 手机侧边也同样配备了两颗尖件 普通玩家也可以体验到四指操作的乐趣了 红魔游戏手机6 Pro 还加入了一个小窗挂机的模式 比如在我们进入游戏之前 可能有一个比较漫长的等待过程 那么就可以将游戏挂起 等待游戏进入之后 点击小窗 就可以直接进入游戏来游玩了 而在玩家非常关心的散热方面 红魔游戏手机6 Pro 依旧拥有了内置的散热风扇 这也是红魔游戏手机的拿手好气 S6.0七层多为散热系统 通过改造风道以及手机的散热结构 巧妙的提升了散热的效果 再加上背面的这块航空级的铝合金结构 能够保证散热效果 除此之外 红魔这一次也带来了一个外设 就是红魔双合散热被牙 竖排的双风扇和双半导体制整片 带来更大面积的散热 以及更高的散热效率 此外它还设计了一个自动的开关 只要两侧拉手打开的情况下 就可以开启风扇了 无需物理的开关 有了双合的散热风扇 以及内置风扇的散热 大家完全不用担心 玩游戏的时候手机的散热问题了 那么在续航和充电方面 这一次红魔游戏手机6pro 是内置了一块 4500mAh的电池 让大家玩游戏 六七个小时不充电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同时它还搭配了一个 120瓦的涡轮闪充 这也是目前在手机上 最高的充电功率了 120瓦的闪充 可以在十几分钟之内 就可以让整部手机 从没有电充到满电 这样的一个表现 还是相当给力的 作为游戏手机 除了硬件上 有非常给力的配置之外 软件方面的优化 也是拉开与 普通手机产品差距的一部分 红魔游戏手机6pro的 游戏体验上的优化 可以说做到了极致 面对于游戏玩家的痛点问题 进行了针对性的提升 拍照一直是努比亚的亮点 这一次红魔6pro 也是采用了后置的AI三摄 主摄是6400万像素的 超高清主摄 付以800万像素的 超广角摄像头 以及200万像素的微镜镜头 满足日常的拍摄需要 最后要主重提一下的 就是红魔游戏手机6pro 3.5mm耳机接口 支持TDS Ultra X的环绕音效 可以拥有沉浸式的 3D立体成的效果 作为今年的首款 游戏手机产品 红魔游戏手机6pro 给我们不小的惊喜 在依旧炫酷的外观设计下 包括165Hz的高刷新率屏幕 120W的涡轮闪充 再加上骁龙巴巴的强悍性能 带来的游戏体验 绝对是最顶级的 而这些专门针对游戏的优化 也是游戏手机 能够被玩家认可的基础 毫无疑问 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pro的游戏体验 绝对要抿先 目前市面上其他手机一大截的 如果是一个对于游戏手机 有着非常高要求的用户 相信绝对会对 腾讯红魔游戏手机6pro 爱不失手的 好了 以上就是 红魔游戏手机6pro的 一个上手的提案了 非常感谢大家能够看到这里 也希望能够给我们一个 关注 转发 点赞 投币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